这个地方它也不免税 试一下这个起步啊 它的起步挺好玩的 你瞧到手动挡 这个上下左右 现在是二挡起步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几块纽约车牌在这里 应该都没看到几个 这起步非常的快 它是发一梯外加2.0那个引擎 所以说起步特别快 然后动作也特别的快 但是很多 很多目光看在我们的车上 不是因为我们是RAV4 而是因为我们那块车牌 是纽约车牌 环色的对 特别的显眼 它们的是白色 外加红质 就很特殊嘛 我们的车牌 就好像外地车牌一样 这样子 这个是Borch 明白那个二手车的同学呢 就知道了 Borch Toyota Borch什么乱七八糟 它是一个北美这边 波士顿这边应该是双最大的一个二手车车函 里面什么车都有 它是那种认证的那种二手车 如果说你想便宜几千块钱的话 其实买一台这个Borch的这种二手车就行了 它的里程数呢也不高 挺低的 然后呢 全都给你弄干净 然后卖给你蛮好的 我觉得挺走心的这个二手车车函 它要是不走心的话 它其实早就关门了 所以说它能开这么久 就是因为走心 对 所以做生意一定要走心 你要不走心的话 走剩的话就比较亏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左转 又是个大爬坡 这边非常多的爬坡 对 好一个简术 看后面有没有车 这边有没有车 OK 没车 您已到达目的地 看看这边有车 哎呦 好一个 这边 这边是 就这么多了 看起来 这边是 这边是 对 所以 在这里 店里面又会 这边是 好了,我已经到这里了 你自己搞定,温度,热和冷 还有这个外循环内循环 如果太热了,你就往下面 我就把车开着了 醒了,你还把钥匙 对了,赛纳 如果你们想看看赛纳行驶视频的话 我等一下也拍一个给你们看看 我不喜欢开这么长的车 太长的车开起来特别的累 你知道吗 对,赛纳,下次开一下给你 是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现在我们在波士顿周边的郊区 然后呢,他们这边的路特别好玩 就是全都是大直道 如果你说你想开手动挡的车是特别好开的 现在是二挡起步 转速上去了 推一下三挡,速度上来了 你不要小看这个RA4的低扭能力 它非常的强 可以轻轻轻轻轻轻 那你那个超速 就说这边是限速45 现在我们已经超了 现在是50了 可以六挡 但是太快也没用 因为很多上坡和下坡 在这里开车呢 有个缺点就是 特别特别的弯 而且路也特别的急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100公里每小时了 相对比纽约的话 他们的路是非常的那个快的速度 我现在要认真地开 因为后面有车 前面的车它又右转 但是呢 我们不要跟着它 我们撞到它 这边的路非常的少 然后呢 你要是回家的话 那些小路就更少了 呃 全部都是那种小汪汪啊 什么之类的 汪汪区区的 呃 一下雪 全都是冰在路上 要么冰 要么就沙子 现在要减速 你可以降胆减速 对 就我这样子减速是比较迟的那种减速 其实很早就应该减速了 OK 我们这边一水的那个 呃 四驱动的车 听说那个泥山也出了那个天籁版的四驱动 马上就可以买了 现在就可以买了 其实 等我有空的时候 我带我们去那个车行走一走 这边买车其实蛮便宜的 这个红地端非常的久 先不录了